本科文凭确实是参考价值最高的 其次是研究生博士的文凭排在后面 那些在职读出来的学历排在更后面 像这阵那阵的话也是排在本科文凭之后的 所以说那些人士也不是他们不负责任 而是现在滥鱼充数的实在是太多了 入门门槛的高度 考试把关的严格程度 决定了高考成绩是最权威的 也就是说本科文凭是最硬的 不过除了这些印象分也是非常重要的 高文凭刷印象分 就像千军万马 古读木桥 诗之好理 拗之千里 这个道理我不说你也懂 除非考核的人跟我相熟 印象分相若为主 否则只要我拿出我的至高履历来 印象分基本是负费 但是有一些工作之后 读的文凭也是可以优于本科文凭的 这个你们行业应该也有吧 我知道 这都需要下定决心拓产 花销不少 我工作前十三年的收入 都拿去给我弟妹上学用了 基本上没什么结语 底子 比跟我差不多私立的人要少多了 等我买房的时候 首付一部分是跟朋友借的 到今年三月份才全部还清 也就是说 从今年三月份 我每个月的工资 除了给银行按揭和生活费 才真正有一点积蓄 可这些积蓄太薄弱了 根本没有办法支付 我至少两年 脱产学习基建的银行按揭 更别说是学习基建的学杂费了 但是以现在房价的走势来看 我是强烈不建议你卖房的 所以你还是要找别的租金 拿到文笔 当然 房子肯定不能买 我在上海工作十六年 从买下这条房子的那一刻起 我才知道 什么才是真正的踏实了 就好像天塌下来 我都不害怕了 我有地方躲 我有后路 说真话 在我签下自己名字那一刻的时候 我整个人激动得恍恍惚惚的 这房子就是我的定海神针 所以你哪还用得着咨询我呀 你自己心里门清 你现在纠结的就是得适儿子 看破不说破啊 但是我还是得给你点压力啊 做什么事情呢 就得趁早 你要提前规划 要不然等你哪天 弄到文凭之后 接下来阻挡你升迁的 就是年龄问题儿 这人啊 起点太低 做再多的努力 你没法填补 从小的物质匮乏 可是 我怎么能不顾我父母 弟妹的死活呢 然而我顾了他们 我就无力深藏 等我好不容易 把他们拉扯成人 却又到了我职业年龄大线 我不是不努力啊 我连结婚都没有时间结 这世道 对我真是很不公平 不过 像你们这个行业里面同名人 有大本文品的 有几个能到你这个级别的 对自己太严苛了 像你说的这种人 加上我的努力 早就不止我这个级别了 看来就没办法护摸你啊 不过朱姐 我这个文品不错的人 看着你这样一手一脚地 打拼出来 还是有些惭愧的 但是你的不甘呢 也是有道理的 像我们这些 不是天才 在起跑线就失去先机的人 那能做到的 就是修身养心 把心态调整好 太多的不甘 只会引起负面情绪 你想幸福之 不过这件事吧 我跟你也得共勉 我最近情绪也是有些急的 正在努力地向光爬行 不吃了 好 还来保持一下我的身材 路西 我今天郁闷了一天 幸好可以跟你说说 谢谢你啊 从一进门就开始说我的事 我都没问你 翘能干什么呢 我没事 就来给你带来招呼 跟你说一句 我回来了 回来了 这白天越来越短 我都感觉像是半夜了呢 下次我请你实际羞肉啊